其實政府應該做好配套 令到每個運輸行業都有價值 每一項都是政府的政策 不論是運輸、物業、投資 沒有政府的政策配合 做哪一項都是一潭死水 政府的政策有多少偏袒大財團 反而反而小包行業 政府好像忽略了 那時七、八萬都沒想到會跌到二百萬 是不是一個反而 這個真的是底價來的 好不可以這樣說 呃… 歡迎大家收看《威言大意》 今集的嘉賓 我都不懂怎樣介紹 不知千億萬億還是多少億 我首先隔離很容易介紹 因為他已經不止一次出現隔離 首先是韜哥黎永韜先生 通常傳媒我們叫他百億泡王 原來無線訪問你說叫千億 就是說我說少了一個零 韜哥 誇張了一點 不是 就是千億誇張 是呀 那八億有沒有誇張 差不多了 這個八億泡王真的沒有介紹錯了 那蔡志忠先生是資深投資者 我都不知多少億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未必大家個個都認識的面孔 但是我想韜哥和蔡先生一起介紹這位嘉賓給大家 那首先韜哥你怎樣介紹這位先生呢 那馬先生就真的是我們在運輸界的一個橋座來的 那他擁有的小巴我想在香港沒有人敢問就第一天了 六百架小巴的士是二百架 OK 這個是韜哥介紹馬先生 剩下很多東西還沒說就輪到蔡先生介紹 蔡先生道理介紹 因為馬喬先生他們就是小巴大王家族 其實不是不單止小巴的 他們是衣食住行 各樣都很適合 包括酒店旅遊 商店 交通運輸 小巴的士 他們都是掌握了香港很多的經濟名脈 你說得好像李嘉誠先生 所以今天很難得趁來香港的小巴大王家族 比較罕見 蔡先生大家都知道資深投資者有舖 有甲級寫字樓 住宅什麼都有 所以是不知千億萬億 幾百億全部都在這裏 OK 馬先生歡迎你 不好意思 我們開玩笑你 沒有建議 沒有介意 很感謝你邀請 也很高興 可以一起大家聊聊天 開心的 不過在這裏 真是要大家多給點Like 我啊 為什麼呢 我通過了八億泡王 千億蔡先生 才搭到找到馬先生 小巴大王合起來 基本上蔡先生說了整個李嘉誠 才說馬先生好 我嘗試出席 所以很感謝幾位 我努力成功了 找到幾個來 其實我想說很多話題 因為最近大家都知道香港經濟不太好 基本上我們剛才聊天吃飯的時候 除了炒股票那些 每個都不太好 我說不是啊 你們不是有舖有甲級寫字樓 就有什麼酒店 馬先生有酒店 什麼都有 怎麼不太好 剛才他們說不是啊 水深火熱 大家說幾句 怎樣水深火熱化 根本上可以說 在現在疫情的情況下 叫人出來搞生意 真是微乎其微 所以現在我們日晚晚都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不能夠將香港重拾升潰 可能本來是千億泡王 變了990億 蔡先生 你萬億變了多少 9千9百億 少了一個億 大家共同面對的困難 其實剛才阿托哥說了疫情的關係 經濟都很受影響 再加上世界的局勢都很混亂 經濟都每個國家都受拖累 現在在這樣的環境下 其實都是要大家共同齊心合力 渡過這個難關 希望香港盡快走出這個困境 哇 很官康 什麼共同 我們想到高峰 我們經常都覺得 為什麼我們呼籲政府 做多些幫助經濟的措施 例如一些 譬如銀行方面 增加一些按揭乘數 減壓力 其實不是幫助上一方物業 而是幫助經濟 我們一會兒說 明白 馬先生 馬喬生先生 你們加了很多飯 哪一飯在過去這個疫情 整個經濟最受影響 其實今次疫情 對各行各業都有影響 我們譬如有經營酒樓 經營酒店 運輸 這幾方面都受到直接衝擊 最高峰的時間 我說第三波疫情 最高峰的時間 就不見了七成的生意 你整個集團的生意不見了七成 我說運輸 運輸 酒店 這些酒樓 酒樓不用說 還差不多 三目 雖然是這樣 但我都希望 像韜哥和蔡先生說 疫情快點過 但我們不可以只靠希望疫情快點過 我們都希望香港政府怎樣幫助我們業界 明白 幫助我們業主 譬如我們特首呼籲 減租給租客 我們都做了 但政府是否可以幫助我們業主 這方面我覺得 可以某程度上 不幫多幫少 明白 其實我一年幾集的訪問 我會有不同的焦點 這一集 我很難得請到 我們說小巴大王的家族 馬喬生先生 我想說運輸業 是什麼情況 小巴牌 大家知道跌了幾成 的士牌跌了幾成 現在 可能我都要問一下 投資是否買的時候 他自己都有做生意 他有舖子 有甲級寫字樓 他有怎麼看的前景 馬喬生這一集可能是焦點 第二集 八億或千億鋪王 就是黎永生先生 我叫他韜哥 他自己 大家看他 他之前已經幾年前 我想是 李嘉誠先生 投資英國的時候 他已經去投資 他現在很多身邊的朋友 說去倫敦 移民 他自己在香港有很多投資 在倫敦好幾年前 已經有很多投資 十年前開始投資 究竟他怎麼看倫敦 或者英國和香港的投資環境的比較 還有我想移民 那怎麼做呢 下一集就是透過蔡生 蔡生和政府的關係 應該都幾好 但他都出來說 政府做得不夠 其實不是 政府剛剛說 非住宅的按揭乘數 由四成到五成 蔡生還不夠 蔡生說當然不夠 我也想在威嚴大意說一下 蔡生也說話 第四集我們說什麼呢 幾個人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幾億了 說真的 他們加起來 有錢過我們所有的 其他威嚴大意的嘉賓 不知道幾倍 這麼多的有錢人在這裡 究竟他們怎麼看 目前香港的環境 作為一個普通的投資者 他們會爭執現金 買東西好 買黃金好 怎麼做 還有他們對大家 有普通的市民 有什麼提供 如何在中美關係 你都想知道有錢人 在想什麼 所以我一連幾集 不同的焦點來講話題 不好意思 今集是馬先生做焦點 你有400輛小巴 600輛小巴 200輛的士 小巴主要是紅的還是綠的 綠的 綠的和紅的是專線 你解釋 紅色和綠色其實都是同一種車 綠的就是有受政府監管 有固定路線 有固定的收費 固定的班次 而紅色呢 現在呢 都有它自己的經營的模式 但是就不受政府監管 在這幾年裡面 演變到 現在綠色小巴 都個空間 和紅色的小巴的空間 都越來越細 主要就是 鐵路發展的網絡 現在日趨完美 尤其是 就來有沙中線 即是屯馬線 如果明年全線通車 對那個小巴行業 打擊更加大 我覺得呢 就出 小巴牌呢 由最高峰 700萬跌到現在 200萬 700萬跌到200萬 是的 其實某程度上呢 都反映了 除了是那個政策 開始出現有問題 還有呢 我們小巴的那個行業呢 慢慢好像都被政府 邊緣化了 因為你如果是發展 鐵路 那你應該都要顧及 我們現在接駁鐵路的小巴 應該的角色 何去何從 應該政府也都要想一下 因為你現在 小巴自從合法化以來呢 到現在都有超過40年 嗯 人口就有增加 但是我們小巴的服務範圍 就不斷縮小 希望呢 政府可以 在各方面都可以幫下小巴行業 不用說 變了明日黃花 明白 首先問一下 紅巴的價錢和綠巴的價錢 都是一樣 沒有分別 OK 因為它 紅色可以變綠色 綠色又可以變紅色 這樣 但你們主要投資是綠色小巴 為什麼呢 其實紅綠都一樣 其實沒什麼所謂 為什麼你又專門投資在綠色小巴 因為綠色專門小巴 就有受政府監管 某程度上 都有受到保障 但是 表面就有受到保障 但是現在 那個 政治環境各方面 令到你專門小巴 那個空間 好像以我們 綠色小巴來說 我們有600部車 但是現在 那個空間 就越來越小 那個人口老化 就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們服務那個區 例如 好似 慈雲山 慈雲山 都是老化了 雖然曾經重建了 但是到現在 又是老化了 那 人口老化 變了 長者出門 各方面都少了 他不需要上班 很多都 那 這方面 政府就沒有跟我們再想 譬如 你有一些 屯馬線 附近服務範圍 那些綠色小巴 譬如屯馬線開通 你巴士公司 你有幫他想 怎樣去重組路線 但是我們 那一帶那些 專線小巴 就沒有幫他想 就算有想 都是很輕微 你又不准熱區 各方面的製爪 變了 很少程度去想 變了 因為你影響大 你影響三四成 但是你幫他一成都沒有用 實際上你都影響他三四成 變了 會有困難 但譬如現在我們說 地鐵越來越完善 那照理由來 一般來說 市民就覺得 你小巴應該少一點 又不用那麼塞車 又不是對空氣有污染 你地鐵都這麼完善的話 是否應該是 小巴將來應該少一點 因為小巴一向以來 都是做接駁服務 因為它本身 每一架車有兩個司機 如果你少一點 變成那些司機 就更加失業 其實政府就不應該說 你少一點 地鐵就多一點 你又少一點 其實就不應該這麼想 應該就 怎樣去做好配套 令到各個運輸行業 都有它的價值 等於一個食物鏈 你如果沒有這件事 是不是有好處呢 好像你獅子 你吃肉 你如果沒有肉 沒有其他動物給它吃 那是否健康呢 明白 有沒有特別偏頗巴士公司 你覺得 我覺得也會 會的 但希望政府可以調整一下 明白 現在你說600架 是否你加上最高峰600架 還是以前更多 現在變成600架 我們最高峰都是600架 到現在都是600架 那不會減少一點嗎 既然你覺得 有這麼多難做的 有疫情 有社會運動 有政府不配合 不會減少一點 所以就停了很多車 我們停了很多車 稍後我們都會再約見 有關的運防局的政策局 看看可不可以 有什麼可以方便 又幫到市民 又可以令到我們的車 找到食 明白 我們最重要是這個 明白 我是投資節目 當然想問一下賺錢的機會 如果疫情加起來 現在經濟這麼差 小巴六到200萬都穿過 那這個價錢 那是否一個反應 這個真是底價 好不可以這樣說 都不敢說 為什麼 因為當時700萬 700萬的排價 幾年前 六七年前 六七年前 那時候700萬都沒有想著會跌到200萬 是 這些沒有人想到 你說200萬之後會不會再跌 跌到100萬 或者跌到零 這些沒有人知道 但是是否任何人 譬如蔡先生 韜哥 都可以買個小巴 任何人都可以買個小巴 當然可以 但是他們 進不了行 他們買回來 他們要租給人 因為現在所有線 紅色的空間 沒有了 現在市面 都浪了幾百部紅色小巴 多少錢呢 現在浪了車 即是停了 停了 沒有營運 租不出去 其實很浪費 很浪費 很浪費 公告依求 對 不過我覺得 不是說爭 政府的政策 其實都有多少偏袒了大財團 其實現在在很多巴士線上 在政策上 政府給了很多支援 反而反而 你們小巴行業 政府好像分裂了 原因是什麼 為何要變成大財團 大財團 他們說話語權較強 他們說話語權較強 政府為了不想你太多反對聲音 可能會偏淡他們 其實小巴行業 都有的生存空間 問題是你沒有將它發揮 其實你很多 無言中長線的小巴 是很難做的 全部都是在地鐵 哪裏會有人搭小巴 小巴還要上滿客才行 這是很大的問題 但政府既然大家都發牌 為何小巴發牌制度 巴士都有發牌制度 為何政府不為它的業界作商 而令到行業能夠重拾生機 好像現在很多地鐵站 都要有接駁系統 要有輔助的接駁系統 但問題是 我聽見有些人說 去申請這些小巴接駁系統 審批幾年 都沒有批准 對 有問題 為何你們去裏面 為何現在有幾百架車 停在這裏 有問題 我同意 韜哥的感覺 最近有沒有留意到 有巴士在線賣得很好價 沒有怎樣跌 整個賣了三十多億 新巴城 新巴城 沒有跌價 因為它有支援舊 和政府的措施比較優惠 但相對來說 例如的士小巴就忽略了些 所以價格就跌得多了 原因是專利巴士 政府有一個固定利潤給它 好像20% 那變成是否20% 10個左右 最少 小巴 小巴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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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巴我也想10個 五個都好 五個都好 你說得對 五個都好 形成很多巴士公司 明明路線重踏又重踏 它不斷增加資產 它增加資產就增加利潤 你明白嗎 是嗎 我不知道那個 你很好吃 所以如果韜哥 除了投資地產 投資小巴行業 我相信都有個 那你賣盤給他 我都客人 一百八十萬一架 便宜你 打一個九折 韜哥是基礎投資者 不過 政府的討論就是 你小巴又不再有那麼多人 你隔著災害 你隔著塞車 你隔著塞車 那他就未必鼓勵 是嗎 但是呢 他也有個功能 因為你每一種交通工具 譬如好像地鐵 都是個存在的必要性 你接駁那裡是試駁 你巴士做不到這個 接駁功能 很多屋邨的 很多鄉村的地方 巴士進不去 要靠我們 他好像忽然已經很繁瑣 有多少部小巴 又要怎樣 明白 好 再問一下的士 的士牌照最高峰和現在是多少 的士最高峰都有七百萬 七百五十 好像是嗎 現在呢 現在是五百萬左右 都很完整 比起小巴 七百和一百 不過的士都有一個隱憂 因為他每一部車 只有四個人 但是他想變身就困難 想提高服務水平又難 因為現在呢 我們目的呢 希望他可以放寬些座位 例如剛才我們坐韜哥的車 那樣 你買六個位七個位 那你一家人 或者一班朋友 那你又不用叫兩輛車 那還有呢 你剛才也知道 坐到韜哥的車 幾舒服啊 座位又寬 是不是 那又漂亮 他幫我開車 那你坐的士 坐的士又窄 那你怎麼去提高服務呢 那你要是呢 你就要把車種變一變 那這裡呢 其實呢 政府呢 是有些限制的 那我們業界呢 都會和政府談一下 看看怎麼可以提升 那個的士服務 主要這樣 明白 我也是投資節目 不是很政治節目 那我就希望政府聽 不過我想問一下 的士 疫情 我們剛才說 還差過沙士 是嗎 是 還差過沙士 那你的的士 是五百萬左右 那是不是又是最低的 就是見底的 那我覺得 那上升空間 是否大到下跌空間 我覺得現在都會見底 是嗎 不過 世事無絕對 當然 當然 我起碼 每一項都是政府的政策 不論是運輸 物業 投資 都要政府的政策去配合 你沒有政府的政策配合 你做哪一項都是一潭死水 對 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 你覺得現在買的士牌 的上升空間有多大呢 現在不敢說 你會不會再增加多些 我們暫時就沒有 暫時就沒有 明白 不過也不會賣 因為覺得收租各方面 都可以暫時做 即是收租還是穩定的 的士 其實都跌了很多 不過相對小巴也好一點 是小巴跌得最慘 比的士 是 就是你剛才說的疫情和政府的政策 我明白 其實每一項都是政府的政策要配合 明白 我知道你還有零售 你還有甲吉寫字樓 你接下來 甲吉寫字樓 你也有投資 你們會看 現在是否已經接近底 還是你怎樣看前景 我覺得現在都接近底 因為你現在這段時間 有什麼比現在這段時間 你遊客又跌了99% 又封了一關 如果能夠開關 遊客不用多了 你升一半也好 市面都不同了 但有人說國安法推出很多機構都走 對你的甲吉寫字樓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因為一雞死一雞鳴 為什麼 如果有些外資投資者走 或者租客走 國內都很想很多租客 或者大的營辦商都想來香港投資買物業 是你看到有這樣的 trend 有這個趨勢 是 有這個趨勢 但是 你知道大家都很低調 看到就看到 明白 中概股中資也有些回流 對美國那些 對死之後也會有些幫助 都會是一個 trend 好 今集就訪問一下 其實幾個千億的嘉賓到這裡 今集我們主要是說運輸 不說不知 我們留意的士牌 都沒有留意過小巴牌 七百多萬可以跌穿二百萬都有 多謝幾位 下一集再見